原來生活好快樂 原來生活好快樂 快樂每大喜愛全陽 原來生活好快樂 原來生活好快樂 快樂每大喜愛全陽 原來生活好快樂 好快樂 請改音 好快樂 星期一早上 我們在九次之後繼續 原來生活好快樂 直播室有程海恩 而在Zoom就有 我們上星期已經介紹過的一位嘉賓 接下來他在星期一早上 都會和大家一齊講講 關於身體健康的問題 是從一個氣功大師的角度 本身就是世界治療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長 就是趙院軍院長 院長早晨 早晨 你好 上次我們剛剛開了一個簡介 讓大家認識一下 只是一個皮毛 尤其是針對現在的疫情 大家都說 當然政府就叫 因為要打針 很多場所都沒有辦法 打針不是預防大家 不感染新冠肺炎的 只不過說法就是西方的醫學就說 如果你打了這個防疫的針的話 如果你感染了之後 你的重病的機會又不會那麼大 又或者你死亡的機會 是會減低的 就不是可以預防你去感染的 到最後就是如果我們自己身體裡面 有一班很強壯的士兵 可以守住門口的 那些外敵 外面的人其實就不能進來 所以我們這幾次都希望大家 集中可以聽聽趙院長說 怎麼可以將我們自己身體這一隊兵去加強 就不會有那麼多外敵入侵呢 是的 院長上次我記得你也有說到 關於身體抵抗力 沒錯 我們與生俱來的三個功能 就是免疫力 治癒力 再生力 但是還有第四個功能 很少人提的 就是我們的警暴系統 嗯 但是我們的警暴系統就是 怎麼運作呢 很簡單 如果你正氣十足的人 就是我們說抵抗力那種能力很強的人 尤其是我們的陽氣性 身體裡面 運作起來 好像有一種保護力 在自己的身外面 有一陣陽氣保護著自己 中醫就叫做胃氣 就是保衛的胃 那這個陽氣分出來 又有營氣 就是營養身體的 又有胃氣 就是保衛身體的 那現在遇到外敵入侵呢 就是病毒病菌 侵入去自己身體的時候 原來我們身體有第一個反應呢 通常是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試過的了 打癡 黑瘦 就是說你知道這些東西不屬於身體的 你就會排斥它出來 所以也都是 譬如打冷陣 這個就是我們的警報系統之一 就說你不夠衣服了 你冷了 都是一種警報來的 那麼我們身體呢 要立即準備定 去預防 就要看預這個情況再加劇 不要被它侵入我們自己身體 外邪 入侵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譬如穿多衣服啊 戴上帽子啊 這些都是保暖的功能 那其實保暖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保持能量 不要流失 因為呢 其實身體裡面呢 是靠37度 或者現在很多 醫學界的人士呢 都開始說 36度半 就 是不是 36度半 就已經是正常的了 你的體溫 然後呢 很多人都是忽略了的 原來 130年前呢 我們的身體呢 一直都還是在37度 摄氏度 是沒有跌 低過下來的 那麼 這個research 我就不在這裡講了 就是這個研究是 有一位科學家 也是醫學界的醫生呢 是做了一個調查在他們的病人 在25,000個病人身上呢 是拿到這個數據 平均正常的人 是37度 摄氏度 而 我們因為現在呢 溫度跌低了0.5度 這個情況不是好事來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抵禦病毒那個能力 抵禦病菌入侵的能力 是低了的 那麼所以 我們經常都要提醒呢 自己要 不要暖 除了你剛才提醒大家呢 不斷要喝些暖的水 不要讓自己喉嚨干擀 那這個都是 防禦病毒入侵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倒流 就是倒塞 不要讓自己流那麼多氣 走出來 就是流失能量 那這個很好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普通人 不懂得連工都需要知道 但是因為很多人就是覺得 經常都有個說法 就是說呢 我不冷了 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有啊 其實你叫他穿多衣服 尤其是年輕人 因為陽氣夠嘛 他覺得不冷 那為什麼要穿多衣服呢 那其實呢 他沒有留意到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們40歲之後 叫做陰氣自伴 就是陽氣沒有一半啊 那還有一半變成了什麼呢 懶惰的氣 我們那些不太動的氣 那些叫陰氣 那身體那裏呢 就是在這裏動力不足 那你會發覺那些人喜歡 吵我得多 那去到40歲之後呢 那人就 那個活躍的程度 就不夠年輕人 那麼夠動力了 那因為他們是陽氣大食 那所以現在呢 萬聖病全部都是在40歲之後 慢慢反映出來的 60歲呢 我們身體裏面的血管呢 有一半的微塵環呢 已經是變了幽靈血管了 就是說呢 隨時都死亡 陸續死亡著 甚至已經很多死了 那所以呢 這血管是在一個 武器血道的情況下 怎麼會很活躍呢 那個人一定是沒有什麼心機啦 沒有什麼動力啦 沒有什麼動力啦 經常都坐啦 再加上現在的手機這麼多節目 在那個虛擬世界裏面 所以其實不斷地消耗了我們大量的真氣 能量流失得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都保留實力 儲備在我們的真氣呢 令到我們的氣血可以 運行得到正常 那我們就會沒有病了 嗯 那除了說練功之外呢 剛才你說的 譬如保暖 是一件事 還有什麼提示 或者心得 在生活上可以留意多些的 師傅 其實在春天呢 春天是一個濕氣的重 還有呢 我們還在吃著 有很多人還在吃著 一些很重口味的東西 因為還是冷的嘛 其實因為春天是心發之氣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 和春天呢 就是瘟病發出來的好時機 所以就是這段時間設計 不要吃太重口味和肥膩的東西 那我們呢 還是要保持 就是我們住的環境 衛生清潔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毛菌呢 都是我們的致病之源 那可以吃一下什麼呢 就是我建議大家可以試一下一個 五行養肺湯 嗯 在疫情 這個五行養肺湯呢 就是很簡單的 有些人說 像青寶兩 其實它是加了幾樣東西 最主要就是照顧到我們那五座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寫下 我可以發個訊息給你 好啊 我post了在我們的facebook就行了 好啊好啊 五行養肺湯 OK 嗯 可以喝嗎師傅 我為食 好啊 哈哈 那這個朋友去湯呢 它是最主要針對五臟傷身 就是那個能量 因為現在的人呢 很多時候不知道自己身體裡面呢 那些內臟很髒的 嗯 嗯 尤其是肝也很髒的 但是你如果經常說它只是清乾的熱 和薄呢 那其他四個狀腑呢 就是不正常啊 可以說是在一邊啊 那那能量不正常 那它分配的時候呢 就是不平衡得到 記住啊 是平衡就不是平均 就是不是 大家可能就說 我脫五份的就可以了 那它又不是的 但是呢 就是這個五行養肺湯 基本上就是 可以給那個肺呢 可以清熱啦 還有呢 又加回它的適當的能量 那大家可以吃一下它的渣 但是也都有一部分的人呢 不吃渣都可以的 就這樣以飲它的湯為原則 那它為了好味呢 那就可以加了少少的冰糖啊 嗯 或者是一匙的蜜糖啊 都可以的 嗯 那如果這個養肺湯 你是想補血的 加上這個功能的話呢 就可以加一些辣棗了 但是每個人就不能吃那麼多的 最多吃三至六粒而已 因為藍棗是補血的 大家知道它又不醜的 那就可以用這個五行養肺湯呢 都可以幫到大家的 嗯 在這個疫情 隨時每天都可以喝一下 還是湯或者 連上那些渣可以吃一下 那我就多謝師傅先 那一會兒轉頭呢 我就會把這個五行養肺湯 那個材料的份量呢 就放回在我們 原來生活好快樂的Facebook那裡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 一會兒回來再聊 原來生活好快樂 新情諮詢台 賺到錢 好快樂 程凱欣 好了 休息回來呢 繼續這個早上的 原來生活好快樂 除了有程凱欣之外呢 還有我的嘉賓 就是世界治癒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長 就是趙苑君 趙苑長 苑長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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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en 你的會呢 或者你的研究院 那個打明的標題 叫做治癒力 又有念力 那你之前也有說 還有一種力 叫做再生力 我們看看怎樣 逐漲力去說 我就這些力 不知道多不多 我就有食力 先跟我們說一下 苑長 好 好啊 我們世界治癒力及念力研究院 首先大家可能都聽得多了 這個治癒力 治癒力是什麼呢 我想大家從小到大 都有很多經歷 可能會跌傷過 擦損過 或者皮膚 皮肉 受傷這些 最顯明的就是 去背自己好快 大家都有這個經歷 當然有些傷口 都會沒有感染的情況下 它就自己好了 那過程呢 我們不用分它 但是我們說到最後 它都是會癒合 還有呢 將我們的小販 那一陣 就是營結了的結膠 是會自己脫皮去的 而且它再生的時候 有些是會長得很漂亮 埋口 有些呢 就是長得很容易 但是它都埋口 所以這個 都是跟我們的治癒力 有關係 那也是呢 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都聽過了 我們身體裡面 喜歡有再生的功能 這樣 例如肝呢 切除了 它會自己再生出來的 那些細胞 不同組過的 那其實不止這個肝 我們身體其實是 很多 很有智慧的細胞 是會自己藏到的 那 再講 這個是 講的是再生力 當然 這個治癒力 和這個再生力 例如好像 再生力就是 驗蛇 大家見過 那四腳驗蛇 脫了一條尾 它又會自己再生的 那麽低等的生物 它都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功能 那我們其實 自己本身 就說 百分之零 其實都是 有裡面的 很厲害的一種 細胞 叫做 推殘出身的功能 一般人就是 叫做 哦 身層代謝 那其實不停止的 它是有智慧的 自己身體裡面 是推殘出身 舊的 不走 新的 出了來 就會踢走 它 就是這樣 而 這個 念力 又是怎樣 去 表達呢 那我們 每個人都懂得想事情 但是 無私聯想的人 是多的 所以 我們 可能你會 都經歷過 想的事情 就是 可能一秒鐘 想的事情 就已經是多讀不得了 那些信息 但是信息 本身 是有分證 和負面 就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可能 大家這個正面的消息 和負面的消息 是要分別的 都會影響我們身體的 所以這個念力本身 這個念頭一出來 是會帶到我們自己想去到的終點 所以這個念頭本身 就很重要了 所以大家想事情 就不要亂想 那些古人 我們的祖先 一早就說了 就是我們 什麼是致病的原因 內在的因素 比外在的因素 都更重要的 那些內在因素 就是 大家可能看過中醫的 都會聽過 或者學過中醫的 接觸過中醫的 會聽過 凶寒乳濕報火 但是內在的因素 就是說出情 我們的情緒 所以 困在家裡 這麼久的一些人 在疫情期間 是被情緒困擾的 而引致疾病 爆發出來的 是不少的 因為 那出情是什麼呢 就是 喜怒思悲憂驚恐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每一天 都有這些情緒 他自己困住自己的話 身體裡面 很難好起上來 那這個就是 已經引起我們身體 各種的疾病的因素 那 如果你內在的因素 必須要經過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 就是 我們說的 風寒暑濕燥火 那你內在的因素 就是 正氣是不是十足 正氣十足的人 不會亂想 這個七情 不會那麼 可以騷擾到自己 因為經常都放得很平 心態很平靜 所以 那些七情 不會在他們心裡 那麼容易騷擾到自己 所以 心平氣和 度過這個疫情 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 藉著這個疫情 如果有緣分 連阿江給自己 一個優養生式 養生的好時機 就真的 當然 剛才趙院長說 如果有些朋友 已經是懂功法的 那就要勤練功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有些 可能是 完全沒有接觸過這個氣功 究竟怎樣可以 令到自己心平氣和 有些人 你跟他講得兩句 你不要叫他心平氣和 很小事 他已經是著火 來得很快 然後他就說 喂!我性格就是這樣的 我天生是這樣的 那 究竟這方面 是不是都是有得斷了 或者有些方法 可以去令到自己 真是達到剛才 阿院長所說的那種境界 我們當然在最緊張的時間 留下一次 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都 歡迎大家 剛才我們有提過 一個五行的養肺湯 可以上回我們 原來生活很快 在Facebook上去參考一下 師傅都告訴大家 在這段時間 每天天喝都無妨 那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剛才一路聽 阿院長說 很多關於健康 在一個氣功的角度去看 健康的問題等等 你有任何的問題想問阿院長 都可以的 可以Inbox我們 我們做多些互動 都沒有問題的 Inbox我們 原來生活很快樂 那下一次我會把這些問題 交給阿院長 等阿院長參詳一下 那今天我跟阿院長 談到這裏先好不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你 拜拜 拜拜